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所谓的未来科技被发明出来 说到隐身,现在最主流的就是将其运用于战斗机 而且这项技术也运用到汽车身上了 以前小编以为隐形汽车只是一个想象中的产物 不过最近得知还真能有隐形的车 简直就是黑科技,这隐形的车不会撞车吗? 如果要说隐身技巧,我们最能想到的就是变色龙 它通过皮肤颜色的变化与环境融为一体 而今天我们要了解的隐形汽车达到隐身的方式和变色龙其实差不多 这辆隐身车是由几个德国工程师借助于光学伪装技术 对一台奔驰FCL改装而成 改装方法就是在汽车的外表上撞上LED显示屏和摄像头 然后由对面的摄像头将拍摄到的影像在另一侧的LED显示屏上显示 从而达到隐身的效果 当然,这辆车的车身隐藏效果很好 但是车轮可是铺不上LED显示屏的 所以轮胎暴露它 而且由于显示速度问题 只要汽车开快,那么就有很明显的轮廓 几个德国工程师之所以要这样改装 其实目的是为了进行广告宣传 倡导大家节能简牌 而不是为了将其运用于商业 当然,就算这款车跨过重重障碍 成功的上市了 有多少人会买呢? 单开这款车的都是真正的勇士 等他们把这种隐形汽车开上路的时候 我们就能紧紧约约的听到 他们的临终之言 不就是命吗?拿去吧 给你一辆隐形汽车,你敢开吗?